俄乌战事持续 俄罗斯近期在乌克兰东北部 哈尔科夫地区发泄了攻势 而俄国防部发言人17号表示 已经控制哈尔科夫12个定居点 随着乌军节节败退 乌方要求美国和其他北约国家 帮助训练新兵 以便让更多的士兵进入前线作战 有消息指 北约正在考虑派遣部队 进入乌克兰境内培训乌军 俄乌两军在哈尔科夫地区 持续展开激战 俄罗斯国防部17日表示 目前已控制哈尔科夫12个定居点 俄军对哈尔科夫的轰炸 造成至少两人死亡 19人受伤 对奥德萨的空袭则造成一死八伤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 斯尔斯基则表示 俄军将作战区域扩大了近70公里 并在苏梅地区附近部署了少量部队 因此乌军加强了在苏美北部的防御 与此同时 乌克兰官方网站显示 泽连斯基签署法令 允许某些类别的罪犯进入军队服役 基辅官员表示 此举最多只能提供2万人参军 另一方面 乌克兰持续袭扰俄奔土 俄官员17日表示 乌克兰夜间发动了一波大规模无人机袭击 俄国防部当日发布视频显示 俄军在黑海摧毁多降海上无人机 乌克兰无人机还袭击了黑海 图阿普谢地区一家炼油厂 引发大火 但随后被扑灭 富宏卫视综合报道